大家好,这里是历史万花镜。 吉尔哈朗,这个名字,或许在大清王朝的历史中,并不是那么为人熟知,但他却是一个承载着深刻历史意义的人物。 作为大清王朝真正意义上的书王,他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,更是顺治皇帝一生中的恩人。 他的故事,不仅仅是一个人的生平,更是大清王朝兴衰的缩影。 让我们深入探讨吉尔哈朗的生平事迹,探究他与顺治皇帝之间的深厚情义,以及他对于大清王朝的真正意义。 亲太祖努尔哈赤的同母弟弟,舒尔哈齐,原本是剑州女真的重要军事将领。 可是,野心勃勃的他,不甘心只是个副手,企图另起炉灶,自立为王。 这种谋反行为,彻底惹怒了努尔哈赤,舒尔哈齐遭到了严惩,长子和三子更是被诸九族。 就在这个家族陷入危机的关键时刻,舒尔哈齐的第六子吉尔哈朗幸免于难。 年仅十一岁的他,被伯父努尔哈赤收养入宫,与皇太极等皇子们一同长大。 从小在宫中接受教育,吉尔哈朗与皇太极建立了深厚的感情。 这份情义,成为他后来忠心耿耿的重要基础。 舒尔哈齐一家遭此恨祸,本是一个家破人亡的典型案例。 然而,正是努尔哈赤睿智的决定,使得吉尔哈朗这株新苗得以重新生根发芽。 宫中的教育塑造了吉尔哈朗高尚的品德,他从小就懂得了孝顺、忠诚的重要性。 与皇太极的友谊更是让他对皇室产生了无比的敬重之心。 这一切,为他后来的中军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 虽然吉尔哈朗的父亲是努尔哈赤的对手,但努尔哈赤并未牵连无辜。 相反,他是吉尔哈朗如亲生儿子般对待,给予了吉尔哈朗建功立业的机会。 在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,吉尔哈朗被封为和朔贝勒开始了自己的军旅生涯。 天命十年,吉尔哈朗第一次上阵杀敌,率兵救援归顺后金的科尔庆部,赢得了开门红。 此年,他又参与了征讨蒙古喀尔喀部、巴陵部、扎鲁特部的战役,立下赫赫战功。 努尔哈赤去世后,新大汉皇太极继位。 建于吉尔哈朗的忠心耿耿,皇太极对其器重有加。 在建立大清王朝后,吉尔哈朗被封为和朔正亲王,地位极高。 吉尔哈朗立下赫赫战功,实属实至名归。 作为一名出身卑微的军人,他凭借着过人的勇气和才能,一步步走上人生巅峰。 每一次战役,他都挺身而出,临阵无惧,为国家和皇室赢得荣誉。 他的军律生涯,可谓是一部英雄史诗,诠释了一个真正将士的责任与担当。 而皇太极对吉尔哈朗的器重,也不是毫无理由的。 皇太极是一代明军,他自然能够识别忠臣名义。 吉尔哈朗对皇室的忠心可见,加之他的军功赫赫,自然当受重用。 郑亲王的爵位,正是对吉尔哈朗一生努力的最高肯定。 崇德八年,皇太极突然去世,六岁的顺治地登基。 为了避免权力架空,吉尔哈朗与瑞亲王多尔滚被任命为辅政书王,共同辅佐年幼的顺治地。 一开始,吉尔哈朗的地位高于多尔滚,负责处理朝政事务。 但野心勃勃的多尔滚处处压制吉尔哈朗,企图取而代之。 在多尔滚的百般刁难下,吉尔哈朗不得不领兵出征,留多尔滚一人在京城处理朝政。 这是吉尔哈朗一生中最为艰难的时期。 所谓一名忠臣,他理应全心全意辅佐年幼的皇帝,却不得不被迫离开京城。 而造成这一切的元凶,正是那个野心勃勃的多尔滚。 多尔滚处处刁难吉尔哈朗,目的只有一个,那就是将吉尔哈朗从皇帝身边赶走,为自己夺取皇位铺平道路。 可是,吉尔哈朗并没有被多尔滚的阴谋吓到。 相反,他选择了暂避锋芒,先行离开京城。 这种高度的智慧和克制,正是吉尔哈朗能够走到今天的关键所在。 如果他当时顾不自封,与多尔滚硬碰硬,只怕会两败俱伤。 但他选择了稀释宁人,等待时机。 这种高瞻远瞩的智慧,正是一代忠臣所应具备的。 尽管遭受多尔滚的打压,但吉尔哈朗从未背叛过顺治帝。 相反,他一如既往的忠心耿耿。 在多尔滚去世后,顺治帝亲政,重用忠臣吉尔哈朗,加封为书和朔正亲王。 顺治十二年,吉尔哈朗并重拾,顺治帝亲自前往探望,并虚心纳见吉尔哈朗的建议。 吉尔哈朗临终前,仍然叮嘱顺治帝国家大事,令顺治帝痛哭流涕。 吉尔哈朗对顺治帝的忠心,可谓是赤胆忠心的典范。 在多尔滚横行霸道之时,他选择了赞臂锋芒,而非与之对抗。 这种高度的智慧和克制,正是他能够走到最后的关键所在。 如果他当时顾不自封,与多尔滚硬碰硬,只怕会两败俱伤,大清王朝也将陷入动荡之中。 而当多尔滚去世后,顺治帝亲政,吉尔哈朗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春天。 顺治帝重用这位忠臣,不仅加封了他的爵位,更是虚心纳见,听取他的建议。 这种君臣之间的默契与信任,正是大清王朝能够稳固的关键所在。 吉尔哈朗临终前的叮嘱,更是彰显了他对国家的那份赤诚之心。 作为一代忠臣,他生前最大的心愿,就是看到国家富强,皇室昌盛。 即便临死,他也不忘国家大计。 这种精神,可谓是无上光辉。 顺治帝痛哭流涕,正是对这份忠心的最高肯定。 一代忠臣就这样羡慕了,但他的精神永垂不朽。 乾隆四十三年,吉尔哈朗被确定为青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,配享太妙。 这份最高荣誉,正是对他一生忠诚的最好诠释。 吉尔哈朗的一生,如同一面明镜,映射出忠臣风范的无上光辉。 他的故事告诉我们,即便处在最为艰难的环境中,只要怀着一颗忠诚之心,就一定能够闯过重重难关,最终实现自己的理想。 只有怀着赤诚之心,我们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,行稳致远。 只有对国家怀着忠诚,我们的民族才能永续发展,走向更加灿烂的未来。 让我们一起学习吉尔哈朗的精神,用赤诚之心,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传奇。 好了,感谢您的收看,我们下次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